什么和我爸妈住你就离婚 对啊 他们是我爸妈生我养我不容易 他们来了还能照顾我们 怎么就不能住在一起了 你少绑架我 你要是愿意跟我回娘家住半个月的话 我就答应你 那还不简单 为什么媳妇都不喜欢和公婆一起住 爸妈我们回来了啊 妈我要吃麻辣牛肉 好嘞再有两个菜啊就吃饭了啊 你看看你 鸽子手片先垫垫啊 爸家里没可乐吗 我去拿啊 好喝吗 好喝 我先去忙啊 爸我来帮你们 还是爸妈做的饭菜箱 这些啊都是鸽子最爱吃的菜 怎么不合你胃口 没有没有 多吃点啊 嗯多吃点 我平常在家 没吃过这么辣的 我女儿可是邓宗的辣妹子 老妈妈也习惯 嗯 哎 爸妈我去睡会儿 哎 妈我来吧 哎 鸽子你爸都进厕所半个小时了 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那你跟他说一声 哎呀 爸你怎么还不出来 别别 小点声 你还什么呀 那是你爸我敢催他吗 哎 妈 你帮我看下洗衣机 妈 你给我 来 这个你得包干净了 这小长毛嘴叼得很 鱼干 哦 这个是姜池买的 这是我特意送给爸的 你还年轻 要以事业为主 这才几天人就要回家 我妈妈对你不好吗 我受不了了 跟你爸妈住在一起 我每天都只能躲在小房间里面 懒叫不敢睡 游戏不敢玩 甚至来放个屁股的家紧了 而你呢 饭菜都是你爱吃的 懒叫你想睡就睡 家闻想不干就不干 你爸妈不仅不会怪你 反而会高高兴兴地伺候你 你当时玩得开心了 可累的是我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又凭什么要求我呢 我爸妈好歹对你 客客气气的吧 可我跟你妈 要是有点婆媳矛盾 你想过我的处境吗 你想偷梁换 就让他们帮你 成了做丈夫的责任 这样你可以理所当然的 做一个儿子 甚至你可以做一个 什么都不会管的孩子 别管了 你不该为我奔心那么多 我却不懂这些 让你更难过 老婆 我错了 我直接就打电话 让爸妈别来 我只好着的我 却不敢诉说 你说却要多心 我却不敢诉说